今天我们在这里为新海军启航 纪念碑来歇牌 也是宣示中华民国海军即将要迈入新的时代 海军的新时代将由前舰国造来领航 前舰国造不仅可以为海军补强水下的战力 更重要的是要重新打造国军不怕苦不为难的精神 在国防部与海军同仁的努力之下 透过跨国的合作以及国内产官学齐心协力 我们正在一一的突破我们的研发跟制造的瓶颈 所以为了应用国家安全的需要 我们要求行政院跟国防部 增列明年度的国防预算 2019年国防预算编列了3460亿元 比起前一年增加了183亿 而整体国防预算将会占国内的GDP的2.16% 同时我也要求加速战力的整建 将有950亿元会用在军事投资项增加139亿 而在战力整建的投资中会有736亿投入国防自主 增加了250亿 这也就是说国防预算中将有21.3% 是为了推动国防自主的计划 最后我要再说一次 我跟你们在同一条船上 未来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在启航鸣地后 我会和所有的海军弟兄姐妹 一起克服挑战 共同乘风破浪 永固海权 海军 各揽收回 动车 Lebanon 瓴 毫